我们就欢迎无色设计的总监来换我们介绍 Hello 总监好 要捧面了 对我今天又来打扰你了 对对对 那我们就先介绍我们的这个玄关的空间 好 好那我们玄关一进来就是我们业主他非常喜欢的这个电子衣橱 就是我们的乌衣都可以放在这边 就直接消毒 对做一个里外的区隔这样子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这个产品我们觉得很棒 所以就帮他设计一个他专属的家 所以这边也是你特别为了他的需求 然后再另外帮他设计的一个制放这个衣橱的凹槽 这个电子衣橱的旁边就是我们的鞋柜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可以放鞋子 那还有这里是我们储藏的储物的空间 很多空间 以及我们放汽车钥匙一些小小东西零钱的抽屉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一进来就是当初建商配的电箱 都藏在里面 我们把电箱就是整合在这边 这边就是放电箱 那你特别用紧电箱出门前可以整理一下衣服 没错 总结这边很大耶 它的空间是原本就这么大吗 这边不是哦 它这边原本是两户 那我们把两户在建商在盖什么就做客便 把它打通 所以这两户在做客便 但是限制会也是很多 因为粮的位置 它有大粮会在家的中间在穿梭 然后我们又有做全户的全热交换跟全户的厨师 以我们这边整个格局 就是说两户打通之后 但是我们只安排了两个房间 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主卧跟一个小小的客房 那我们把其他的空间都留给所有的公共空间 像是我们的餐厅中导 还有厨房跟客厅书桌 以及我们还有一个隐藏的小小的储藏子 把你的电视墙好像是我们家的超级美的大专 其实这道墙我们就是把业主他所喜欢的东西把它挤大成 集中在这边墙上面 然后我们业主就喜欢这种大理石文 尤其是像是如果是真的食材 要找到这么完美的这种大花 其实它的药价值真的不菲 但是我们业主看到 哇现在有这么厉害的材料 它在不管是在拟蒸 或者是说它在纹路的表现上面 都不亚于我们的天然食材 对那所以业主就是非常喜欢这个 他就想把它带回家 谢谢这边有使用者认证 我们的专很美 然后这边呢我们有几个原住 也是我们业主非常爱的 他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间接光 是做我们一个在点缀的一个效果 然后以及还有下面我们看到这个 有这个可爱的 对这是业主的最爱 这是他的最爱 这是他很喜欢 可能在晚上的时候 灯都关的时候 就是开了这个 对 物化壁炉 然后在想他的事情 还有点流水 对那种白噪音的感觉 这个有点比较舒暗 然后我们下面的这整个柜子呢 我们就是用我们的那个叫做石纹的柏板 它也是天然石 但是他的那个板厚很薄 就是三米 但是他的食材的种类呢 就不像是我们这柏板 可以用大理石的 它这一定就是要用夜眼类 对 是这种薄的就是等于很像贴皮 到在贴皮的标准 对就像贴皮一样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拿来如果做在 我们的门片啊抽屉头 它相对是比较容易施工的 哦 了解 我们现在来到餐厅区嘛 嗯 而且我发现这个有一个很好玩的这个小开关 这个是什么 可以 压压看 好 哦 充电孔 对 这是科技宅 我发现这边是科技的房 没错 你有发现我们这边见解的光特别的多 对啊 整个 见解的光也是业主的最爱 嗯 整个就是很现代化的一个 就收起来 对 然后看起来有很漂亮 对 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不用把插座开在侧边 或者是台面上正面 嗯 我们可以把它收纳在这里面 而且它这个盘啊 它是无线充电 手机放在上面就可以充电 回来就丢着然后可以看电视这样 真的很方便 然后就不会看到很多点线 对 那我们这个中导就是跟餐桌做一个这样子的 设计上的链接 对 然后 然后当然在我们这中导这里 它也赋予了电气柜的功能 我们这边有我们的这个蒸烤箱 还有我们的专门放电锅的啊 哦 收纳 对 收纳的电气箱 那还有这个小的红酒柜 红酒柜 对 都在我们都把它集中在这里 嗯 然后呢我们再往这边看 好 那到这个餐桌我们也是一般 我们一般都会把我们IH颅放在中导上嘛 对 对 但是我们就是在跟业主讨论说 你的使用习惯 嗯 你为什么要IH颅目的是什么 嗯 他说要吃火锅 哦对啊 吃火锅应该是在 那吃火锅应该是要在餐桌上 对对 这样子比较合理 那我们就把它设计在餐桌上面 我们就没有说 一定要把它封来中导 嗯 那再来 我们再过来 好 又看 哇 这边还有个电视墙啊 又仿佛走到你的展间了 哈哈哈 真的 那这个也是业主非常熟悉的 一块博板砖 那他希望这个博板砖是跟这一台 是美学电视 这台电视的目的不是拿来看 嗯 不是拿来看影片 他是想把它当成电子化控 哦 对 他是想把它当电子化控用 那他就希望他的衬底是一个 跟大家可以匹配的 匹配的 白色的 然后又亮又金色的纹路带 那在这边 这边是我们的吧台区 有一个小吧台 而且面向窗景 整个就很放松 对 那这边一样 这边也是 就是智能的电动窗帘 那这窗帘我们可以用 手机控制 也可以用手动去拉 像这样子 把它拉一下 哦 哦 很方便 而且这样一下就好 你不用那么一直拉 对 对对对 就是到视窗也是同样一直拉 嗯 所以当 这边如果阳光比较大啊 比较吃眼的时候 我们就是可以把它放下来 嗯 坐在这边享受咖啡 我们现在来到神奇小书房 为什么说它神奇的 因为这边也是细节感满满 我们请总监来帮我们介绍 好 那我们一进来就是这个 我比较 自豪的是我们帮他 嗯 量身打造的神降桌 对 然后这个桌面呢 就是我们业主很喜欢的元素 就是崩皮 嗯 像意大利的崩皮 然后加缝线 哦 还有我们的抽屉也是 也是做了崩皮跟缝线 然后再搭配我们的胡桃木 嗯 嗯 它这个操作方式也是相当的直觉 哦 我们这边就是在做升降啊 或者是说它还有记忆的功能 我可以去定点我一个比较喜欢高度 像我们把它升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些 我们一些小小的巧思 哦 有 对我们比较小小的巧思在就是在这里 电线的那个 电线的极线的方式 嗯 还有我们的延长线的部分 哦 所以我们帮它 留空间 对对我们都把它做在这个书桌上面 是 做一个整合 对 而且这样线就不会跑来跑去 然后书桌就还是可以维生整齐 对 那这张桌子呢 我们要把它回到一开始我们习惯的高度 就是按我们的记忆钮 它就自己会降回去 没有再调 刚刚讲到啊说有一个非常神秘的 是 一个小储藏室就在这边 那刚好被这书柜挡住了 然后所以说我们要进去的时候 必须要按这个无尽键 按的时候我们就是拉着 这个车门就可以 哇 而且这个储藏室超大的 对超大 然后现在也是超乱的状态 不会来储藏室就是要乱的 对没错 这是我们一个空间 哇 那要关起来 直接拉 就是照原来的方式 然后回去 而且它就是跟你的空间平行 就也不会展空间 然后也不会被发现 对 而且总经理我发现这个木地板 尺寸跟我之前看到的都不一样 它很长耶 就是让空间整个延伸感有更多 对啊 然后要搭配你们的大板砖 我们今天要找到 可以跟它匹配的木地板 那再来是说它的整个在印刷上面的细致度 跟你们在选磁砖的标准也是一样 我们都会找高解析度的东西 对 非常的拟针 刚刚讲到它的高度 它高度是目前我们看到 真的算是非常大的一个板 它的高度有到220公分 然后宽度是24 那再来是我们的表面的这个 耐磨的系数是A76 就是算高等级的耐磨系数 那它其实可以用在商业空间 意思是不是说它只能做商用 是 就是说它可以承受商业空间那种人潮 人来人往往去采 对它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地板它是西班牙的品牌 然后但是在德国制造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全户的智能设备 我们有特别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窗帘 调光帘 那我们调光帘的部分 也是跟Darter Home在来做配合的 那它的调动方式就很简单 也是一样我们用手机做的调整 比如说我们要做遮光 好 这个是客厅遮光 那再来是书房 如果我们书房要做一个遮蔽的 比如说在开会啊 我们要把它遮起来 也是这样子 好那Vivian那现在带你到主卧来参观了 好喔 好那我们一起来 哇 我就看到这个超美的主题墙 对 那我们这个主卧一进来我们发现 那它还有三个空间 可以回去 那我先带你来这边看 好 这里呢是我们男主人的更衣室 哇一人一间更衣室 对一人一间更衣室 那男主人的更衣室 基本上我们除了我们衣柜之外 那这里有一个它特别的需求 那这个小平台呢 其实是放它的机械表 是 它机械表有所谓的自动商链机 嗯 所以它这边有很多个自动商链机的 像是Cube的东西 嗯 可以串联在一起 哦 然后这边有接那个点 对 这边就是它放手表的一个 小小的展示区 好 那我们再 另外一间 好 女主人的吗 对 这边 两个门也特别设计不一样 对 因为这边呢是希望说 我们可以让一些自然光 从这边透进来 哦 带到房间 哇 有那个超美的窗景 那这边 在这个设计上面 是 我们这里是 这个镜子还没上 嗯 但是这里就是说 让女主人她在化妆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调整的拉镜 是 好 然后这边是给放她的 口红啊 或者是彩妆的 嗯 就是比较临时用的那种 对 然后这边是她的珠宝柜 哦 珠宝柜 好 那待会儿要带你看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 好 跟我来 好 没问题 好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摄影师 我们看摄影师说哈啰 哈哈哈哈 好 我们要讲 其实要讲的是这一道 这个镜 镜 镜門呢 它打开之后 哇 我再 又被惊艳到了 而且 哇一个 直升墙 直栽墙 对 嗯 那这边其实到时候也是说 是 业主希望她一个在做新型转换的 哦一个小空间 对 嗯 本来是业主自己指定要贴在这边吗 还是你特别帮她设计的有一个概念这样子 对就是我们帮她设计的 是 然后也是花了一点力气 我们才让业主可以理解说 在卧室这种睡觉的地方 是 我们应该再选到更柔和的 嗯 的面材 对 像是我们会选雾面的 嗯 而就会跟我们的那个客厅的亮面是不一样 对 而且她跟你的这个涂料有完美的这样 交呼应的感觉 对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的涂料是为了你们的包版 哦 哦 去做设计的 她的颜色啊 跟她的纹理 就是为了搭配你们的包版 是 所以等于包版先贴那样的涂料 再把她的包涂把它抓出来 嗯 没错 了解 接下来我们就是我们在的是主日空间 主日空间也是很很大 它这边我们要怎么讲 这里既是浴室 又是玄关 哦 因为 怎么说 当初的大门在这边 哦第二户的大门 对 我们这边是两户打通的 是 第二户的大门在这边 哦 难怪 那我们后来就是 再砌了一道墙 把它封起来 变成浴室的空间 这边很大 然后还有浴缸跟马桶 就可以躺在这边 泡澡 那我们的浴缸是使用人造石 可以摸摸看它的触感 哦它是人造石 对很滑顺 是克制的吗还是 这不是克制的 它是贵格屏 但是我们这一间西班牙公司的浴缸 做的我觉得 摸起来相当 体感是相当的舒适的 对而且重点它里面这个排水孔也是同一颜色 就是一体成型 我觉得这个很漂亮 因为正常都会是金属的或是什么 对对对 跟我们这一样 这也是这个牌子 同一个牌子 同一个 你摸摸看 对很舒服 所以说它的整个排水孔也是用人造石的材质 了解 今天谢谢总监又带给我们更多不同风格的开箱 然后也让我们更了解更多细节 谢谢你们博伴 因为博伴让业主非常的开心 让我们可以顺利交污 好啦 那我们今天开箱完就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